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内容是中国古代官员品级和现代官员的一个对比 也就是说古代的一到九品官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什么级别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从曹卫创立了九品中正制以后 官员品级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清朝末年 前后实施了大概有1700年左右 就是大家经常在电视剧中看到的一到九品官 在聊这个九品中正制之前呢 我们先来简单的概括一下三宫九卿制 在秦汉和先秦的大部分时期呢 都是使用的三宫九卿制 古代呢常常用位列三宫来形容一个人位高权重 那么三宫相当于什么级 老代三宫所指也略有不同 一般指司马司徒司空或者是太富太师太保 又或者是丞相太位御史大富 对应品级的话呢都应该算是正一品 九卿的地位呢仅次于三宫 但也都是位高权重之人 大多是在中央政府担任要职的这些各级官员 地方政府的官员呢 基本上很难跻身于三宫九卿之列 好的 介绍完三宫九卿之之后呢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 从官员品级的角度来做一个详细的对比 由于我国古代的朝代众多 我们今天呢就采用离我们最近的清朝 来对比一下清朝的官员品级和官员官职 正一品的官员里 文职金官有光禄大夫 殿阁大学士等 五职金官有领事卫内大臣 长轮仪卫士大臣等 地方长官没有正一品 部分时候京外将军偶尔会有正一品 正一品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郑国级 比如郑居常委 从一品的文职金官呢 有太子太父 各部院的尚书 督察院左右督御史 文职的外官没有 五职的金官呢 有九门提督 领事卫内大臣等 五职的外官有将军 督统提督等 从一品呢 相当于现在的郑国级简 比如政治局常委 副总理等 正二品呢 文职金官有各部院左右侍郎 内务府总管等 五职金官有左右一前锋营统领 八旗护军统领等 文职外官呢 各省总督 嘉贤巡抚等 五职的外官 有副都统 总兵等 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副国级 比如国务委员 中央办公厅主任等 从二品的文职金官呢 有内阁学士 汉林院院士 五职金官有 比如散治大臣 文职外官呢 有巡抚 布政司等 五职外官 比如副将 相当于现在的部级 比如社科院院长 省委书记省长等 以上都是属于封疆大吏 正三品的文职金官 有督察院左右 副都御史 大理寺清 文职的外官呢 有顺天福尹 安察石等 五职金官 有一等侍卫 护军参陵等 五职外官 有参将指挥史 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 比如最高院院长 直下市市长等 从三品的文职金官 有光禄寺清 太普寺清等 文职的外官 有督转盐运史 私运史等 五职的金官呢 有包一 护军参陵 王府一等护卫的 五职的外官 有协领 指挥同志等 大概相当于副部级简 比如省委副书记 省委各部门的一把手等 正四品的文职金官呢 有大理寺少卿 文职的外官 有顺天府城 各省首寻道员等 五职金官 有二等市委 副护军参陵等 五职外官 有左领 都市等 大概相当于 现在的厅级家 比如最高院副院长 枝牙市副市长等 从四品的文职金官 有汉林院 师徒学士 国子监祭九等 文职外官 有知府 盐运史 私运同 五职金官 有成门岭 包一副护军参陵等 五职外官 有宣府史 宣卫史 私副史 大致相当于 现在的厅级 比如中央党校校长 市长 市委书记等 郑五品的文职金官 有光禄寺 少卿 戈布郎中等 文职外官 有比如同志 武职金官 有三等市卫 部军复卫等 武职外官 有关口守裕 千户等 大致相当于 现在的厅级检 比如是各职能部门的 一把手 以及各地方军区的 一把手的 从五品的文职金官 有宗人府 副理事 御石等 文职的外官 有各州的支州 土支州等 武职的金官 有四等市卫 为属前锋参陵等 武职的外官 有守裕所千总 安夫时等 大约相当于 现在的副厅级 比如副市长 支下县县县长 还有县级市的市长等 正六品的文职金官 有内阁士读 国子坚私业 文职的外官 有京府通派 京县支县等 武职的金官 有前锋校 护军校等 武职的外官 有门千总 迎千总等 大致相当于 现在的副厅级简 比如副市长 市委常委等 从六品往后的 古代官职 就不再给大家 做过多的介绍了 很多名字 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说过 大致相当于 现在的副厨级家 比如开发区 区委书级等 正七品呢 大致相当于 现在的县处级 比如县长 县委书级等 从七品呢 大致相当于 现在的副厨级 比如县公安局局长 县政法委书级等 正八品呢 大概相当于 现在的科级 比如乡镇的 政治干部 乡镇的 党委书级等 从八品呢 大致相当于 现在的副科级 比如乡镇 副职干部 办事处 副主任等 九品 由于实在难以对比 这里我就不再区分 正九品和从九品了 大致呢 相当于现在的 古籍干部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已经不算是一个 行政级别了 所以我也很难找出 对应的官职 去做对比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可以积极的 在视频下方留言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坐在这里 喜欢这个视频的小伙伴 欢迎大家 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 你家里如果有 从政的亲戚朋友 如果放到古代的话 他们应该属于 极品官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